有的时候真的很感谢造物主 把祖国大好河山打造的如此美丽 以你细软的海风 一望无际的草原 巍峨耸立的高山 恐恐神秘的高原 有这么一个地方 或许可以说这么一段路吧 沿途的美可以让你忘记 还有时间这么个东西 这就是拉林高速公路 拉萨到林芝的公路 拉林高速公路全长409.2公里 接入了拉萨环城快速路 这条公路的开通 让原本拉萨到林芝 要8个小时的车程 缩短到了5个小时以内 这条高速公路耗资380亿打造 但是确实不收费的 这条路开放的入口较多 设计时速80公里 而高速公路限速是120 或许这条路被称作 高级公路更为准确 目前这段公路拉萨到林芝段 已经建成通车 米末段也即将进攻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到中复的秋叶缤纷 一层层延伸到山脚处 这些树叶或黄或绿或红 在阳光与微风的作用下 徐徐落下 落到湖里 溪水里 路边 草丛中 沙沙作响 这或许就是大自然的音符吧 这种音乐 估计世间乐器难以弹奏 沿途除了自然风光 名胜古迹也是不少 可以去米洋河 看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河流 可以在米拉山口 感受高山浓木区 林农区的不同 也可以去本日神山 感受神圣的力量 不要说拉铃高速限速80 就这样的美景 你自己都不愿意把车开快 放慢速度吧 再慢一点 一路走走停停 仿佛时间已经停止 放逐在美的盛宴里 难以自拔 当然 每一个季节的拉铃高速 都是极美的 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